国阵在2018年全国大选惨败之后 过半成员党大出走 人民进步党也是其中一个 这个政党后来就爆发党争 最终沦落为解散的局面 去年好不容易才重新注册 没错 时隔六年 人民进步党有意回归国阵 和马华国大党等平起平坐 副首相兼国阵主席 南德斯里安莫扎西承诺 会把这件事带上国阵最高理事会商榷 寻求成员党的共识 正当国阵成员党被指同传异梦 甚至酝酿分家 涅槃重生的人民进步党 如今希望恢复成为国阵成员党的地位 关于他们的诉求 副首相兼国阵主席南德斯里安莫扎西 没有一口回绝 他今天主持人民进步党大会的开幕仪式后 在记者会上正面回应此事 给人民进步党留下了希望的苗头 阿莫扎西进一步指出 到时国阵最高理事会 不只考虑人民进步党的诉求 也会探讨法庭对于政党合法性 做出的裁决 他相信所有成员党党魁和代表 会同情人民进步党的遭遇 国阵在2018年全国大选惨败后 爆发成员党初走巢 人民进步党时任主席丹斯里卡维斯 也单方面宣布退出天秤 当年这个政党也爆发党争 闹出大会闹双包的乱局 政党在2019年被吊销注册 宣告解散 直到去年才在社团注册局重新注册 回归政治舞台